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帖萨罗尼加前书是保罗最早写成的书信之一 写于大约祖后51年 写于哥林多 当时帖萨罗尼加教会才设立没几个月 帖萨罗尼加是当时第一世纪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第一大都市 也是繁荣的海港 帖萨罗尼加教会是在保罗第二次旅行步道中建立的 可参考《使徒行传》16章11节到17章11节 保罗当时在帖萨罗尼加工作时间很短 大约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却使许多人成了主内热心的信徒 其中有些人是犹太人 并有许多前进的西里尼人 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并且该地工作的成功 传遍了西里尼泉地 而同时另一方面 保罗在此地工作的成功 也遭到了不幸之犹太人的嫉妒 逼迫 毁谤和扰乱 以致震动了全城 以至于保罗不得不离开帖萨罗尼加 保罗被迫离 暂时离开他们后 作为属灵的父亲 对他们甚是寡念 唯恐有些人的信心被诸般患难摇动 保罗也曾一再极力设法去探望他们 却遭到了撒旦的阻挡 于是他派提摩泰 去探望帖萨罗尼加教会 并回报于他 当提摩泰将帖萨罗尼加信徒的 信心 爱心的好消息 并对保罗等窃窃想念的心情 告诉了保罗 保罗非常欣慰 特写此信 一方面为他们在患难中 所表现的信心 爱心 盼望和忍耐 表示欢乐和感恩 另一方面也是进一步坚固 劝慰 勉励他们 在信心 爱心上更加长进 在真道上更加坚固 在品格上更加成圣 保罗也多次提到 末世基督再来的信息 以资鼓励 大罗尼加前书共有五章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第一章 是保罗对帖萨罗尼加教会的称赞和鼓励 保罗在三个方面称赞和鼓励他们 首先称赞他们在逼迫中 仍然持守信 苦 忘 爱 帖萨罗尼加前书一章一到三节 保罗 希拉 提摩泰写信给帖萨罗尼加 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愿平安恩惠归于你们 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无助地纪念你们 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其实信是保罗自己写的 但他就把希拉与提摩泰加进来联名 说是他们三位一起写的 这表明他们是一个团队 一起为福音劳苦 以这封信向帖萨罗尼加教会致力 保罗称呼帖萨罗尼加教会 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我们知道世上所有的正途的基督教会 都是主的身体 都是属于父神与主耶稣基督的 保罗按照当时书信的格式 除了自我介绍以及序名受信的对象外 还有他常为教会的祝福 愿恩惠平安归给你们 恩惠是上帝所赐的礼物 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这礼物是白白赐给我们 是我们不应得而得 不配得而得的 所以是恩惠 先有恩惠 然后才有平安 也就是指我们和神关系的和好 还有因着与他和好 而享有内心的平静安稳 在保罗的十三封教会书信里 他从来不提教会的人数 或教堂的建筑物 他关心和在意的 是教会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 及对神的真信心 这个真信心会带来美好的工作 也愿意因为爱主的缘故 承担劳苦 因着对主再来大有盼望 而愿意忍耐现在的逼迫患难 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在服侍神 是为神而做 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做的 因信心而做工 因爱心而劳苦 因盼望而忍耐 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标志 是神所看踪的 是保罗特别称赞 帖撒罗尼加教会的 因信我们主耶稣基督而做的工作 除了告诉我们 信靠神的态度很重要 也表明一个人有真信心 必定为主工作 信心在一个人里面 似乎无法被外人看见 但真信心必定产生真工作 为主的爱已临到他 他无法只是嘴巴讲讲 闲懒不做工 因着信靠神而愿意为主工作 也因为爱上帝而愿意承担劳苦 我们的肉体总是怕麻烦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所以面对服事能推就推 但心里若有爱上帝的心 必定愿意为他劳苦 受累不怕麻烦 心里有爱 都愿意承担劳苦是必然的 看看父母如何因为爱 而愿意为子女劳苦 一个人心里若对未来有盼望 他也愿意忍耐现状 曾有记者 问举重选手 每天举重的感觉如何 他说很枯燥 甚至他觉得举重训练 是所有运动项目 最单调矮板乏味的 因为整天就是举起又放下 如此反复终日 但为他为何能忍受这些 他达到因为想的金牌 但他心里有的金牌的盼望 他就可以忍耐训练的乏味 同理 我们若心里持守基督再来的盼望 也必能激发我们忍耐的心 不抱怨 不牢骚 也不放弃 因为知道主必再来 他会亲自奖赏 那些忠心到底的圣徒 有公义 和生命的冠冕 为我们存留 第二 称赞他们是有榜样 有见证的教会 第一章四到七节 被神所爱的弟兄啊 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 因为我们的福音 传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言语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 并充足的信心 正如你们知道 我们在你们那里 为你们的缘故 是怎样为人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 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领受真道 就效法我们 也效法了主 甚至你们 做了马其顿和雅盖亚 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 保罗接着称赞 他们是有榜样 有见证的教会 是马其顿和雅盖亚 所有信徒的榜样 他回顾当初 他传福音 给他们不只有言语 也有上帝的大能 与圣灵的同在 此外 保罗也指出 尽管身受苦难 仍然怀着圣灵 所赐的喜乐 领受真道 是真基督徒的 生命特征之一 保罗在菲利比书 一章二十九节说 因为你们蒙恩 不但可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 使徒们都走上了 为主受苦的道路 表明他们与主有分 我们要效法保罗 效法主 我们也必然会遭受苦难 那怕是生活在 宗教自由的国家 持守神的价值观 不随波逐流 还是会有逼迫的 但在逼迫苦难中 我们仍然有圣灵 所赐的喜乐 仍然可以持守真道 成为见证和榜样 就像 帖萨罗尼加教会一样 第三 称赞他们离弃偶像 侍奉又真又活的神 第一章八道十节 因为主的道 从你们那里 已经传扬出来 你们向神的信心 不但在马其顿和雅干雅 就是在各住 也都传开了 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 因为他们自己 已经表明 我们是怎样 进到你们那里 你们是怎样 离弃偶像 归向神 要服侍 那又真又活的神 等待他儿子 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 那位救我们 脱离将来愤怒的 耶稣 保罗称赞 帖萨罗尼加教会 广传福音 而且他们 信主生命 就有很大的改变 他们这样积极传福音 是因为相信基督要再来 他们要做好准备 等候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从天降临 他们确信 这位耶稣 就是神 使他从死里复活 要救我们脱离 将来可怕审判的耶稣 正因为 他们对未来之事 有这样的提醒 所以他们信的主 不再浑浑噩噩 不再糊涂度日 不再自我中心 他们现在生活 有个不清楚的目标 就是努力传福音 有世上的灵魂 等候基督再来 这位耶稣 能使他们脱离 将来可怕的审判 进入他永恒 荣耀的国度 基督徒应当知道 我们侍奉的是 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的一切 都在他的手中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 谢谢你 让我们看到 这么棒的一个榜样 求你帮助我们 也能永远持守 信 望 爱 让我们应对你的信 而大胆做你的功 因对你的爱 而愿意劳苦 也因对你再来的盼望 而可以忍耐 帮助我们 在逼迫患难中 可以有圣灵所赐的喜乐 可以努力 积极传福音 知道我们 所侍奉的神 是又真又活的神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弟兄姐妹 谢谢您的收听 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 不论你在哪里 神的恩惠 平安 与你和你的家人 同在 再见